为了改善驴毯水优氧化的问题 花东重管处特别委托东华大学研究团队 来执行驴毯生态调查评估 还有工程环境监测分析专案 在8月25号呢 特别放流了3000尾的死爪性鱼类黑链鱼苗 而花莲县水产培育所也配合提供了 黑链罗汉鱼还有石池氏细剂等原生鱼种 一起来放流 强势要以生态食物链方式来改善驴毯水质 花东重管处因为驴毯长期有氧化 委托东华大学进行研究也提出了建议方式 从105年开始放流石藻系鱼苗 目前发现驴毯有氧化程度状况稳定 目前的这个驴毯的水质状况 它目前是呈现没有恶化的趋势 那这就监测的结果 它的藻类的指标 刚刚讲到是它是属于比较有中氧 甚至优氧的状态 所以我们就针对藻类的部分 委托东华大学他们做这些生物的这个试验 那这试验也是近两年开始的 所以未来就是它的成果会在试验完之后 我们评估它的试验的效益 如果是状况可以的话 未来会把这个放雨的量会再增加 8月25号研究团队在驴毯放流 食藻性鱼类黑链鱼苗三千尾 尝试以生态食物链方式来进行改善水质 现在的状况是非常的恶劣 就是现在是说几乎都是五郭鱼跟珍珠石斑 那还有很多的所谓阿玛鱼就是圆吻固 那圆吻固我们这边在驴毯 应该是定义为外来种 因为阿玛鱼原则上它没有在这边出现 它以前是在别的地方 虽然也是台湾的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样子 那我在想阿玛鱼跟珍珠石斑 应该都是放生的结果 所以才造成这边的问题 那从大概六年前我就开始有监测的计划 然后六年前的生物多样性还是比较多的 就是我们会抓一些红猫啊 或者是橘石石斑或螺化鱼都抓得到 那可是这三年最近三年已经抓不到了 所以才会请那个水培所他们来共襄证取 他们会放一些原生鱼类 那这些比较洗澡下去的计刺器 它放下去会不会又被刺掉 因为还会被这些鱼吃掉 这是有可能的 那我们先试试看 因为这个你没有放就不知道 那本身他们就是有这种鱼苗在 所以我们就试试看 这一次除了三千尾的黑链鱼苗 花莲县水产培育所也提供了三百尾的黑链 两千尾的罗汉鱼 还有两千尾菊池式细剂等鱼种 共同来放流 这些台湾原生种鱼类 不会造成鲤鱼潭内物种的生态竞争 期盼可以增加潭内生物多样性 周边的商圈业者也明显感受到 潭水水质有所改善 刚开始前几年的的确确是有 水质预氧化相当严重 那现在因为经过中管处 请了东华大学来做监测以后 慢慢有再改善 而且这个水质在监测下 感觉到它还是在中等 还是在优氧化跟那个中间 还算是比较好一点 有回归到以前的那个 虽然说没有到以前那么好 但是已经有开始遏止那个恶化 中管处希望透过环保自然 又有效的方式来改善驴潭水质 不仅维护生态景观 也可以让周边商圈得以发展繁荣 借路易会 首风箱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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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